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新闻联播再次集中火力 报道了各方对于美国将所谓的 2019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的 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 美方这种企图通过搞乱香港 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 是永远不可能得逞的 我们会继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多说几句的 是联播里报道的另一件钥匙 不是重要的药 而是医药的药 当然了这个钥匙也是钥匙 那就是今天新版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公布了 有很多的进口药都成功的纳入了医保 而且价格还降了不少 对患者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很多朋友也一下子想起了那部电影 对我不是药神 那部电影反映的就是一些进口药的价格太高的问题 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些药的药价降下来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今天很多朋友通过新闻才了解 并且熟悉的一个词上面 就是医保谈判制度 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呢 已经把不少好药成功的纳入了医保 而且价格还很低 有的做到了全球最低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一方面是那些谈判人员 他们真的很厉害太会砍价了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就是中国的药品市场足够大 所以说我不是药神 谁是药神呢 如果一定要说有药神存在的话 那他应该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医保谈判制度 您看一方面他把好药带回来 另一方面的价格还便宜 所以这样一个中国制度 不仅能够帮人治病 还能治药品的高价病 是不是有点深的